參旅混血王子 帥到多看好幾眼 從基因學的角度來看 混血而遺傳不同國籍父母親更多的優良基因 光是外貌就會長得特別獨特又亮眼 其實除了演藝圈 講究門面的參旅服務業 也暗藏不少面貌絞好的混血型男美女 我們這就發覺到了兩位混血王子喔 首先來到這家飯店 先好就進這邊請喔 幫我幫你拿一下 對 謝謝 謝謝喔 不會 好帥喔 謝謝 這位台美混血王子 在飯店的服務中心擔任Porter 身高190公分很難不讓人注意到他 有良好外語能力 所以常能服務外籍的旅客 因為曾在自家飯店晚會 表演精彩的rap加舞蹈 飯店所有工作人員幾乎都認識他 多才多藝 卻喜歡飯店的工作 像我在這邊的話 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客室 然後 他們每一個都來自不同國家 在這邊發生的事情也都會不一樣 像很多都會遇到很多很好笑的事 比如說 還有可能問我說 就是他明明從廁所出來 然後又問我說 廁所在哪裡 然後不然就是可能外國客人 因為他們來這邊 他們不會講中我 然後 可是 我剛好又會因為我們可以幫助到他 原來是因為每天都有新鮮事 加上能幫助人 讓他能Enjoy在這辛苦的服務業當中 再來是餐廳的這一位台韓混血王子 原本在媽媽經營的韓式餐廳幫忙 因為最近又投入金融保險業 所以僅有假日會看到他 曾到日本留學的他 會四國語言喔 你好 大家好 我是Chou Peiju 然後這間餐廳呢 是我媽媽的餐廳 然後偶爾加日會來幫忙 然後 Welcome to Korea Restaurant 感謝你 只有禮拜六 禮拜天 我兒子在的時候 就客人特別的多 因為他有一點像造人城 有時候客人都喜歡跟他拍照 可是不多喔 我比較多喔 似乎媽媽的人氣 也不輸給帥兒子 其實感情好的母子倆 也常討論新菜色 企圖找尋出台灣人喜歡的韓式美味 看來這兩位王子 除了先天顏值高 後天的努力 他們也是一樣 絲毫都不馬虎的喔 動新聞 好帥喔 謝謝 好帥喔 謝謝 好帥喔 報導